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父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第一部分现金流 象限第一章 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1985年 我和我妻子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我们失业了 只剩下很少的积蓄 信用卡也已经透支了 我们住在一辆棕色的旧丰田车里 拿后座椅当床 一周以后 我们沉浸于思考我们是谁 在做什么 要往哪里去 这些残酷的现实问题中 这种无家可归的情形 又持续了两星期 一位朋友得知我们窘迫的经济状况后 在他的地下室 给我们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在那住了九个月 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处境向外透露 大多数情况下 我和我妻子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正常 当朋友和家人 获知我们陷入困境时 第一个问题总是 为什么你们 不再去找一份工作 刚开始 我们还试着解释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大多数时候 我们无法把理由说清楚 因为对于一个很看重工作的人来说 你很难向他解释清楚 为什么你不想拥有一份工作 有时 我们也会打一些零工 挣几个美元回来 只为了得到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和汽油 而在当时 这几美元的收入是支撑我们为自己的独特目标奋斗的唯一能源 我必须承认 当我深深地陷入自我怀疑时 一份安全的 有保障的复兴工作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是有保障的工作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便只有继续日复一日地在财务深渊的边缘艰难度日 1985年是我们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年 也是最漫长的一年 显而易见 任何认为钱不重要的人都不能长期缺钱 我和我妻子经常争吵 恐惧 对生活前景的不确定和饥饿削弱了我们的情绪控制力 使我们总是和最爱自己的人争吵 然而 爱又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我们之间的感情由于艰苦的生活而日益深厚 我们知道目的地是哪里 却不知道能否抵达那里 事实上 我们知道 我们完全能够找到一份安全 可靠并且高薪的工作 我们两人都是大学毕业生 并且有良好的工作技能和可靠的职业道德 但是我们想要的并不是工作上的稳定 我们追寻的是财务自由 到了1989年 我们成了百万富翁 虽然在某些人眼中 我们已经在财务上获得了成功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实现梦想 真正的财务自由 直到1994年这个梦想才最终得以实现 从那以后 我们可以不用再为余生而工作 我们在财务上彻底自由了 除非发生一些完全无法预知的金融灾难 那一年我妻子37岁我47岁 不用投钱就能挣钱 我用无家可归和一无所有的故事来开始本书 是因为我经常听人们说 要挣钱就得先投钱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从1985年的无家可归 到1989年的富裕生活 再到1994年的财务自由 我都没有投什么钱 我们岂不识根本没有钱 而且负债累累 挣钱也不需要有多么高的学历 我拥有大学学位 但是说真的 获得财务自由 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 没有多少关系 我学过多年的微积分 球面三角学 化学 物理 法语和英国文学等 然而这些知识 很多 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许多成功人士 在获得大学学位前 就离开了学校 比如通用电器的创始人托马斯 爱迪生 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 福特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 盖茨 CNN的创始人特德 特纳 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 戴尔 苹果电脑的创始人斯蒂夫 乔布斯 Polo的创始人拉夫 劳伦等 大学教育 对于传统职业而言 的确十分重要 但是对于人们 如何获取巨额财富 却并不重要 托马斯 爱迪生等人 开创了自己的宏图伟业 这也正是我和我妻子 所追求的 挣钱需要什么 人们经常问我 你告诉我 不需要投钱 就可以挣钱 又说学校也没有教我 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那么挣钱 到底需要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 挣钱需要一个梦想 一系列决定 快速学习的决心 正确利用你天赋的能力 以及辨别出你的收入 来自现金流向线 哪一部分的本领 什么是现金流向线 下面这个图 就是现金流向线图 E代表雇员 B代表企业主 S代表自由职业者 I代表投资人 您的收入 来自哪个向线 现金流向线代表 获得收入 或金钱的不同途径 例如 雇员通过为另外一个人 或一家公司工作而赚钱 自由职业者通过为自己工作而赚钱 企业主拥有能挣钱的企业 而投资者则从他们的各种投资中获利 换句话说 就是钱生钱 不同的挣钱方式 需要不同的思维模式 不同的专业技能 不同的教育背景 以及不同的性格类型 不同的人被吸引到不同的向线中 钱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赚钱的途径却截然不同 当你开始留意 每一个向线的不同特征时 或许你会问自己 我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一个向线呢 每一个向线都不同 虽然在同一向线 挣钱的方式完全相同 而从不同的向线中挣钱 却需要不同的技能和个性 从一个向线往另一个向线转变 就好比上午打高尔夫 晚上转而去跳芭蕾舞 你能从任何一个向线中 挣到钱 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都具有从这四个向线中 挣钱的潜力 我们选择从哪个向线中挣钱 与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没有多大关系 这种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 我们是谁 即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优势 劣势和兴趣所在 正是这些关键的不同之处 吸引我们进入 或者迫使我们离开某个向线 然而 不论从事何种职业 我们都可以从四个向线中选择工作 例如 一位医生可以选择做一名雇员医来挣钱 他可以加入一家大医院 也可以在公共医疗服务系统中为政府工作 或者做一名军医 或者加入一家需要医生的保险公司 这位医生还可以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S 他可以开办一家私人诊所 成立一个办公室 雇佣员工并建立一份私人客户名单 这位医生还可能选择做一名企业主币 他可能拥有一家诊所或实验室 并雇佣其他医生工作 他或许还会聘请一名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这个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将拥有企业 但不必在该企业工作 他也可能拥有一家与医学无关的企业 并同时依附于别的机构来行医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将同时作为必合一挣钱 作为 这位医生会向别人的企业投资 或者是在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等金融市场上投资挣钱 重要的是收入来自 我们做什么不要紧 以何种方式挣钱才最关键 挣钱的不同途径 恰恰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优势 劣势和兴趣的内在差别 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影响着我们从某个项线挣钱 一些人喜欢当雇员 而另一些人不喜欢 一些人喜欢拥有自己的公司 但不想亲自管理 另一些人喜欢拥有公司并管理他们 一些人喜欢投资 而另一些人只看到赔钱的风险 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时具有以上每一种性格的一些特征 而要在四个项线获得成功 则通常意味着人们改变了某些核心价值观 四个项线都可能富有 也可能贫穷 应该提醒你的是 在这四个项线 你可能变得很富有 也可能变得很贫穷 每个项线中都有百万富翁 也有濒临破产的人 处在某一个项线 并不能确保你在财务上取得成功 不是所有的项线都一样通过了解 每一个项线的不同特征 你将更好地认识到哪一个或哪些项线最适合你 例如 我选择主要在B项线和I项线工作的原因之一 在于税收减免 对于大多数在左侧项线工作的人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合法的避税途径 而在右侧项线却存在很多方式 通过在B和I项线挣钱 我不但能够快速挣钱 让钱长久地为我服务 而且不必因为缴税而损失一大笔钱 挣钱的不同途径 当人们问我和我妻子为什么会无家可归时 我告诉他们 因为我的父爸爸告诉过我关于钱的知识 对我来说 钱很重要 但是我不想花费一生去为钱工作 这就是我不想找一份工作的原因 如果想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我们就会希望让钱为自己工作 而不是我们为钱操劳一生 这就是现金流向线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 它区分了产生金钱的不同途径 即除了靠体力劳动挣钱外 还有其他一些更有效的挣钱方法 不同的父亲 不同的金钱观 我的很有学问的爸爸坚信 喜欢钱是一种罪恶 过分的盈利意味着你很贪婪 当报纸上公布出他挣了多少钱时 他感到非常尴尬 因为他觉得 与那些他手下的教师相比 他的工资太高了 他是一个善良 诚实 勤奋工作的好人 努力捍卫自己的观点 钱对于生活并不重要 这位很有学问的穷爸爸总是说 我对钱不感兴趣 我永远也不想发财 我买不起 投资有风险 钱不是一切 钱可以维持生计 我的父爸爸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 花掉一生的时间去为钱工作是愚蠢的 但认为钱不重要 也同样是不明智的 父爸爸相信生活本身比钱更重要 但是钱对于维持生计也很重要 他经常说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你也只能如此努力地工作 为什么要为挣钱而拼命工作呢 应该学会让钱和别人为你工作 这样你才能自由地去做其他重要的事情 对我的父爸爸而言 下面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一有时间教育孩子 二有钱捐赠给他所支持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工程 三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维护经济稳定 四有时间和金钱照顾自己的健康 五能够与家人周游世界 这些事情要花钱 父爸爸说 这就是钱对我而言如此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不想花费一生为钱工作 选择向线 当我们无家可归时 我和我妻子仍选择在B向线和I向线工作 原因之一 是我接受过很多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由于父爸爸的引导 我了解每一个向线不同的财务优势和职业优势 对我而言 右侧的B向线和I向线 能提供实现财务成功和财务自由的最好机会 在我37岁那年 我已经历了在所有这四个向线的成功与失败 这些经历使我对自己的性格 好物 优缺点 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知道自己在哪个向线能做得最好 父母就是老师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 我的父爸爸就经常提到现金流向线 他总是给我解释在左侧成功的人和在右侧成功的人之间的差别 然而 我那时太年轻 并没有真正的思考过他的话 我不理解雇员和企业主的思维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时我正在努力不被学校开除 然而 这些话我确实听进去了 并且很快开始起作用了 两个精力充沛并且成功的父亲形象围绕着我 影响着我 也正是他们所做的截然不同的事情 让我开始注意到ES向线和BI向线之间的差别 起初 这些差别是微小的 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例如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 我曾有过一种痛苦的体验 看两个爸爸中哪一个有更多的时间陪我 随着我的两个爸爸 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事业有成 地位显赫 很明显 我的亲爸爸花在我妈妈和四个孩子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总是到处奔波 参加会议或者奔向机场去参加更多的会议 他越是成功 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就越少 甚至周末 他也会待在自己拥挤的小办公室里 买首于一大堆文件中 相反 父爸爸越成功 他的闲暇却越多 我之所以学到很多关于金钱 财务 商业和生活的知识 原因之一在于 我的父爸爸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陪伴我和他的孩子们 另一个例子是 随着我的两个爸爸都越来越成功 他们挣的钱也越来越多 但是我的亲爸爸 及很有学问的爸爸 同时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危机中 他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却突然发现自己已身处更高的所得税率级别上了 这时他的银行家和会计师建议他买一幢更大的房子 以实现所谓的税收减免 我爸爸接受了这项建议 购买一幢更大的房子 但他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好赚更多的钱来支付新房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他离自己的家人更远了 我的父爸爸则截然不同 他赚到的钱越来越多 缴纳的税却越来越少 他也有银行家和会计师 但是他得到的建议 与我的有学问的爸爸得到的建议并不相同 主要原因我那处于事业巅峰的 有学问的穷爸爸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使我决定不选择现金流的左侧向线 20世纪70年代初 我已经从大学毕业了 因为我马上要被派去越南 所以在佛罗里达州的彭萨克拉湾接受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的培训 我爸爸当时是夏威夷州教育厅厅长 也是州长的得力助手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孩子 他说我准备辞掉工作 代表共和党参加夏威夷州副州长的竞选 我吃了一惊 随后问道 你要和你的老板竞选职位 是的 他回答道 为什么呢 我说 共和党人在夏威夷块没有地位了 民主党和工党的势力太强大了 我知道 孩子 我也知道我们不能祈求成功 萨缪尔 金法官将是州长候选人 而我是他的竞选搭档 为什么 我再次问道 为什么你明知道会失败 却还要与你的老板竞争 因为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这么做 政客们玩弄的那套把戏令我气愤 你是说他们贪污腐败 我问 我不想那么说 爸爸说 要知道我爸爸是一个诚实 而且品行端正的人 他几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 一直很随和 然而 从他的声音中我能够肯定 当他说出下面这些话时 正处在一种非常气愤和不安的情绪中 我只是想说 每当我看到幕后的真相时 我的良心就会受到煎熬 如果我睁之眼闭之眼 什么事都不做 我将无法活下去 我的良心比工作和薪水更重要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我意识到爸爸的确已经下定了决心 祝你好运 我平静地说 我为您的勇气感到骄傲 我为做您的儿子感到自豪 正像我们预料到的那样 我爸爸和共和党一败涂地 获得连任的州长传出消息说 我爸爸将永远不会再在夏威夷州政府 获得任何一份工作 事实的确如此 那年 我爸爸54岁 他开始找工作 而我则去了越南 我爸爸已人到中年 才开始找一份新工作 他从一个高头闲低工资的工作 换到更多的高头闲低工资的工作上去 多是担任非营利服务机构的常务董事 不是这一家就是另一家 我爸爸个子很高 聪明而且充满活力 他在他唯一熟悉的领域 及政府雇员的领域 不再受到欢迎后 试着创办过几个小企业 有一段时间 他还做过咨询顾问 甚至买下了一家知名店铺的特许经营权 但是这些事业都相继失败了 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 精力也不断衰退 他卷土重来的动力不断地减小 每次失败后 他的意志都更加消沉 他曾是一个成功的意 却要在S向现求生存 在这个领域 他没有任何知识和经验 并且心不在焉 他热爱公共教育事业 但是他找不到回去的方法 州政府拒绝雇佣 他的禁令在无声的起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叫做被列入黑名单 如果没有社会医疗保险 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他去世时 心灰意冷中带着愤闷 但仍保持着清醒的良知 那么 是什么让我坚持着熬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时光呢 是营绕于脑海中的 对我那有学问的 爸爸的连绵回忆吧 他坐在家中 等着电话铃响 试图在商界 一个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 获得成功 然而 当我又回忆起我的父爸爸 随着年岁的增长 变得更加幸福和成功时 我的心中立刻感到欢欣鼓舞 父爸爸在他54岁的时候 不仅没有走下坡路 反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很多年前 他就已经很富有了 现在 他更是富可敌国 他经常因为购买淮积基海滩和贸易岛等事件 而被登上报纸 多年来 他有计划的经营企业和投资 这些都回报风后 他正在成为全岛最富有的人之一 细微的差别变成巨大的不同 由于我的父爸爸给我解释过现金流向线 因此 我能够轻易看出向线间的一些细微差别 这些细微的差别 在人们工作多年后将显露出巨大的差异 正是由于现金流向线的影响 我知道我先不必忙着决定做什么工作 而是要清楚 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我究竟想成为怎样的人 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 正是那两位对我影响很大的爸爸让我获得了许多深刻的认识和教训 使我能够继续前进 不仅仅是向线现金流向线 不仅仅是两条直线和几个字母 透过这个简单的图形 你将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及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 作为一个从现金流左右两侧向线观察世界的人 我能够诚恳地说 由于你所处的向线不同 这个世界看起来也会大不相同 而这些不同正是本书要重点论述的 一个向线并不比另一个好 每个向线都有优点和缺点 本书能够让你大致了解这些不同的向线 以及在每个向线中获得财务成功所需要的个人发展 我希望你能够用更敏锐的眼光去选择最适合你的财务自由之路 学校里并没有教我们在右侧向线获得成功所必备的许多技能 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微软的比尔、盖茨、CNN的特德、特纳以及通用电器的托马斯、爱迪生等人早早地离开学校 本书会介绍这些技能以及个人需具备的关键气质 这些是在B向线和I向线实现成功的必要因素 首先,我将概述这四个向线 然后重点描述B向线和I向线 已经有很多描写如何在E向线和S向线获得成功的书了 读完这本书 有些人也许想改变自己的挣钱方式 有些人也许仍乐意保持现状 你也可能会选择在多个向线 甚至在所有的四个向线中同时工作 我们每个人各不相同 而且一个向线并不一定比另一个向线更重要或者更好 世界上的每一个村庄、城镇、都市和国家 都需要有分别在这四个向线工作的人 从而确保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 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会获得不同的经历 我们的兴趣也会发生改变 例如,我就注意到 许多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 兴高采烈地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然而,几年以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沉迷于公司里的职位升迁 一些人则对他们所处的事业领域失去了兴趣 或许年龄和经验的变化 会导致一个人去寻找获得成长、挑战、金钱回报和个人幸福的新方法 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一些达到这些目标的新观点 总之,本书不是描写无家可归的故事 而是要帮你找到一个家 一个位于某个或几个向线的归属 第一部分现今留向线第一章 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二章不同的向线 不同的人 请您收听一下